新北市瑞芳国中旁的三爪子坑路路幅狭小 常常造成交通堵塞、汇车困难 是地方上常年待改善的平静点 远离其也协助争取道路拓宽计划 要将瑞芳国中围墙打除退缩 增加路幅和设置实体人行道 让当地居民出入及学子通学安全更有保障 那我们三爪子坑路 然后到我们运动公园圆山子桥 然后因为整个道路从瑞芳国中的部分就开始缩减 那时常会造成那个民众车辆通行 无法汇车还有那个学生 在到校园的时候的安全的疑虑 那所以我们经过多次的汇看 我们也希望至少在整个防洪墙没有办法 目前没有石核局为同意没有办法打掉 来做整个道路拓宽之前 我们也希望先将瑞芳国中的这一段 能够进行改善 议员林奇表示瑞芳国中到瑞芳运动公园 整段道路路幅都很狭小 时常造成民众车辆通行 无法汇车 还有学生同学路郎安全也有疑虑 经过多次汇看目前已经规划完成 预计将整个国中的围墙打掉退缩增加路幅 然后改踩穿透性的围墙也会是做实体人行道 让整体道路和人行安全都更有保障 那我们目前已经初步规划完成 那我们预计将整个瑞芳国中的围墙打掉 然后改踩那个穿透性的 然后也将整个道路退缩 然后至少是7米能够双向通行 另外会再加上1.8米的一个人行道 那整个围墙试做完成之后 那我们也将会不只是能够提供给学童 上课更安全的一个通学步道 然后在整个车辆通行的时候 在穿透性以及双向车道 也能够提供民众更安全的一个行车安全 议员进一步说明 校园里面目前有20棵大树 在拓宽的范围内 目前养工处会先送移树计划 然后因为树木在夏天的时候 没有办法移除 所以整个移树作业 预计在10月前会完成 届时将会进场施作 希望最快在明年初完成道路托款工程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导